一整排熱騰騰的菜端上來 民眾爭著拿 一餐要價近千元的吃到飽 絲毫不受景氣差影響 吃的還是不能省 餐飲業業績呈現逆勢成長 前八個月累積營收達到2937億 創下歷年同期新高 餐飲商機今年上看4300億 根據調查原來是93%的民眾 有外食習慣 家庭支出也有15.88% 花在食品飲料上 僅次於房租水電費 就算薪水少買不起房子 也得填飽肚子追求吃的小缺心 好吃的東西的話 就不要去看它多少錢 吃飯巅峰來講的話 基本上都要等一個小時 至一個半小時之間 營收成長關鍵就在 設點偏好百貨跟商圈 為的就是大批人潮 連鎖餐飲品牌也逐年上升 從2012年的624個到2015年增加到905 成長了30% 大機起鍋囉 餐飲業咖啡營收通通再成長 不過素食店確實衰退 原來是街邊連鎖早餐店 以平價早午餐為特色 紛紛轉型巧克 今年全年突破4300億的一個營業額的規模 應該是不成問題 那如此的話 其實台灣的餐飲業將連續15年 創下一個歷史新高 景氣相對較低迷的情況之下 還能夠出現一支獨秀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靠著餐飲小確信 民眾也能吃出經濟力 我們彩營新聞 劉沛及魏林彥在台北採訪報導